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呢我们来聊一下山东和首钢的这场CBA常规赛 这一场比赛对于山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如果输掉这场比赛 他们进军季后赛的希望就会比较渺茫 必须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战胜首钢 他们才有很大的几率进军季后赛 首钢呢目前联赛排名第七 如果再输给山东的话 也不会影响他的排名 因为他和第八名广州队如果胜场相同 那么根据战绩的话 双方战绩还是北京首钢占优 所以呢北京首钢这场还是有放水的可能 那么山东队呢据说这场比赛是必须要全力以赴拿下的 陶汉林在受伤之后 在这场比赛也是有消息说要付出 这是对于徐昌所的一个考验 这场比赛不管首钢是否放水 那么山东队是必须要拿下的 所以陶汉林也顾不上自己的伤情 只要能上场就一定要带伤上阵 上阵之后肯定可以给山东更多的帮助 毕竟一个赛进的努力就靠这最后两场球 如果胜那么山东队将会在季后赛席位之中 占据非常主动的地位 如果输掉比赛那么最后一轮将会成为真正的生死战 面对广东山东并没有能力去取胜 所以这场对首钢的比赛 徐昌所的压力也非常大 这就是相当于山东队的季后赛 如果把握不好 那么山东队就将告别本赛季的季后赛 那么对于这支上个赛季 还是联赛前四名的球队来说 确实是一个灾难 确实是一个失败的赛季 那么如果无缘季后赛去场所 也无缘面对那么多的山东的福老乡亲 所以呢这场比赛 我们期待山东队能够打出一场高效的比赛 能够顺利的战胜首钢队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